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宣布儿子诞生,收到很多庆祝的崇敬意 因为上个月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内容被曝光 而遭到了网友们的批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天崇敬意被问到 现在你的电影在看首映了 你也马上要迎来宝宝了 我们中国人会有失业家庭双丰收的说法 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崇敬意回答 有时候成为一个父亲或丈夫意味着会失去很多工作 在这个演艺圈成为一个父亲 有了宝宝娶了妻子 看起来会失去很多工作 分情况吧 我不是很担心这些 因为对我来说 家庭永远比事业重要 我很爱我的工作 也会为我跟我的家庭做出很多努力 但我可以成为一名好演员 也可以是一个好人 作为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 好儿子 我可以做到 怎么看的话 确实是一个很频繁的受访内容 但是因为现在在韩国 包括女艺人的大多数已婚女性 都因为结婚生育 遭到失去工作的问题 而男艺人普通男性 几乎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韩国一线男性 从军里就更不用说了 在婚后也拍摄了很多作品 甚至在妻子怀孕期间 也完成了电影《罗几万》的拍摄 所以很多网友们认为 从军里担心 因为结婚而失去工作的发言 对实际结婚后 失去工作的女艺人来说 是非常失礼的行为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啊 再说什么事吧 真的让人上火 韩国一线男演员 从刚偶一边原 黄江明全民戏 都结婚了 也是爸爸 也不停的在拍戏 而当代最红的女演员们 却无法那样 这都是事实啊 他到底在说什么 第一次结婚后 一点都没收到什么不利 一直拍戏的人 不能说这些话吧 反而是从也就受到打击了吧 你是爱妥吗 出轨戏都了 还能回归的不就是男演员吗 怎么上年级了 都当爸爸了还是这样 但是也有少数这样的留言 男女多少会有差异 但可能男演员 也会受到打击吧 怎么都这么骂呢 真搞不懂 大家为什么都这么生气 从军里觉得那样啊 自己想要同时 做好工作跟爸爸丈夫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生气呢 所以对于从军里的受访内容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非常可爱的影片 哇 啊 我以为你